台湾知名网红,馆长陈之汉周五28日凌晨在新北市林口自家健身馆前遭一名寻仇男子开三枪倒地 受伤后,他要求随行员工开直播 过程中,随行员工为他加压止血时,馆长不断哀嚎 更在直播中提到,如果这次遭遇不幸,请大家务必传承他的精神 希望照顾他的老婆,小孩跟妈妈 我中了两枪 希望大家,如果这次我不幸死的话 请大家,一定要传承我的精神 一定要传承我的精神 啊... 请大家照顾我的老婆跟小孩 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还有我的妈妈 拜託大家 我中了兩槍 希望大家 如果這次我不幸死的話 請大家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啊 請大家照顧我的老婆跟小孩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還有我的媽媽 拜託大家 在五凌晨二十二十三分左右 帶著濃濃酒意跑到館長 位於林口的城吉思汗 健身俱樂部門口 趁館長準備上車時 朝他開三槍 隨後留南帶裝有一把槍 與五發子彈的包包前往 不遠處的林口警分局 文化派出所自行投案